大家好,我是Data 數據君 今集我們會隔離這邊介紹三間按摩店 其中有一些是近期爆紅的按摩店 另外這三間按摩店都在地站附近 先介紹第一間,第一間就是西和里 這一間就是近期最火熱的按摩店 位置是發展中心 現在先講講交通路線 要去西和里,我們是國務站A7樓出 先進入金光銀廣場 然後坐電梯上一層 上一層之後就看右手邊 然後穿過露天的走落 然後就上一層 之後就向左手邊走 好快就見到友誼路 我們只需要看左手邊就見到發展中心 然後坐電梯上21樓 就會見到西和里 我平日四點半來到 但西和里這邊浪費非常之好 所以我就需要等一等 在等的時候我就拍一拍環境 它照片真的很美 很多人都過來打卡 另外它的工作人員非常有禮貌 態度很好 所以西和里這麼成功 真的有它的個人之處 另外它全部房間都在用緊 所以暫時還未拍到的房間給大家看 等待我進去按摩的時候才可以拍到 現在我先介紹它團購優惠 這次我試的是工作人員特惠 影院足道 包含了簡餐、甜品和茶飲 正是工作人員才可以使用 時間是12點至7點 裡面包括35分鐘足底按摩 15分鐘肩頸放鬆 相當按摩時間是50分鐘 這個價錢又包簡餐、甜品和茶飲 性價比就很高 因為暫時未能進去 所以先試一次它的甜品和小食 飲品有菊花茶、羅漢果和大麥茶 另外大家還可以喝可樂和雪碧 還有潤肺茶 這次我選了這個小食 就是水餃再加上雲吞、雙瓶 甜品選了雙皮奶 先試一下雲吞、水餃 裡面加了少許芝麻和紫菜 令水餃雲吞更好吃 不過水餃雲吞也會比較普通 但選餐不能要求太多 是差不多 然後再試雙皮奶 有少許奶味 不過太稀 不夠實 完全不夠實 但甜度不錯 我出去逛了一個圈 時間終於來到6時半 這次我進入了三人房 水餃莉的按摩椅很大張 相當豪華 有一個很大的投影儀 設備不錯 但房間可以再加多一點設計 在裡面 還有其他房間全部都有客 所以自已能夠拍到一個房間 房間就介紹完了 現在開始按摩 剛剛做完速遞按摩 今次按摩分為兩部份 按肩頸和腳部按摩 一開始的時候 會一邊浸腳 一邊按肩頸 西餃莉有個特別之處 就是客人不需要調轉來坐 而反而是技師會上按摩椅 接著幫客人按肩頸和頭 我房間有影影識足度 可以一邊看電影 一邊按腳 這位技師經驗應該非常豐富 按摩力度相當不錯 我自己覺得按肩頸比較好 按得特別舒服 另外按腳的部份也不錯 是一組很傳統的手法 所以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另外這位技師 他會說廣東話 大家溝通完全沒問題 再加上價錢也不貴 74元 已經可以按摩50分鐘 而且還有茶點、小食 這些是不吃的 所以我現在性格比很高 怪不知西和里那麼紅 就算平日都是爆炸 如果大家上來的話 記住要預約 介紹完西和里 現在介紹第二間 第二間就是魚Spa 這間好賣店 就是我熟悉的嘉儀寧那廣場 我在網上看到它的裝修很漂亮 有不少位置都是打卡位 還有它的項目很適合我心水 所以想過來試一試 現在先講講交通路線 剛才在友宜路路口位 我們轉左手邊 就是發展中心 現在我們繼續向前走 走多個街口 就會見到佳寧那廣場 我們再走前一點 接著轉左手邊 接著會見到C座入口 然後上七樓 那間就是七樓 一入到愛摩店 我就到處拍一下 接著會柱真的挺漂亮的 很有泰式的感覺 還有聞到泰式的香味 氣氛還有挺好的 但之後我進房間拍一拍 房間比較簡陋 和接著會柱相差很遠 不過這房間有個很大的室頭間 這也是一個優點 今次我試30分鐘頭部外摩 價錢94元 這個優惠是星期一至日 全日通用 他會按頭和肩頸 這部位就是我最想按的部位 今次我這位技師會講廣東話 所以大家溝通相當好 另外他對於Youtuber也有所認識 他非常欣賞星星大團 搞了你的影片相當好看 至於他的技術我都非常滿意 按肩頸位置很準確 而且力度也很足夠 而且他知道我哪些位置最宣軟 所以他會幫我按多一點 還有他會幫我放鬆一下頭部 令到我今晚都會好睡一點 再加上大家都很合談 所以今次的按摩過程很愉快 實際來說94元按30分鐘 這個價錢不算很便宜 但我覺得今次我就沒有選錯 不過始終這個房間的環境 我覺得是未夠好的 應該就要再改進一下 第二間國貿的按摩店又介紹完了 現在介紹第三間 第三間按摩店是泰華 當然是做過泰式按摩 這間店開了大約一個月左右 很新的 另外裝修很有味道 所以過來一試一試 現在先講講交通路線 要去泰華我們在國貿站 E7又出 出來後立即掉頭 然後轉右 很快會見到廣信酒店 我們坐電梯上19樓 我帶了1點鬆點來到泰華 接著就跟她接待處人聊天 我想做她的就是60分鐘足療選餐 這個服務需要預約 最快預約到2點鐘 之後我就跟她談談可不可以早一點 她來說就要跟她的流程去做 其實當時是有房間和有技師的 但都是要照系統去做 怎樣我覺得她的彈性可以再大一點 另外她的環境相當不錯 一天門口有個泰式洗腳的地方 這個位影裝修都很漂亮 再進去就有個休息的地方 當時有幾位香港的朋友 但他們見到我拍攝就馬上 嘆了出來給我拍 所以非常多謝他們 大家可以見到這邊的裝修相當好 所以按完身、按完腳在這裡休息一下 感覺都很不錯 還有泰華有免費的簡餐 是提供給客人的 現在介紹她的美團套餐 新店特位60分鐘足療加簡餐 98元起,按腳有60分鐘 另外還有茶水、簡餐、水果 之後工作人員就帶我去房間拍一拍 按摩房的空間都不錯 比較大,還有裏面的布置很泰式 另外床上真的設備齊全 還有燈也很漂亮 另外有些房間有個地方休息 介紹了這麼久就差不多兩點鐘了 現在按腳了 按腳的房間好像不是很多 我暫時看到這個 房間很大,都幾舒服 但它沒有電視體 這次按腳主要是中式手法 技師技巧都很不錯 力度方面當然沒有問題 按腳頸到後期 有幾下是類似泰式的拉筋動作 那幾下我覺得是最好的 還有最有的是記憶點 然後到按腳的流程 按腳同時會連兩塊薑片 如果覺得太熱的話 就可以叫技師幫你脫掉 這個房間因為沒有電視體 它亦沒有音樂 所以比較靜一點,只是聽到冷氣聲 另外按腳的手法很傳統 好像回到十幾年前按腳那種 最後我想說太滑 其實它們很有心機去做 很用心 但問題有事就是用力過猛 我跟它說,其實我比較趕時間 但它們很多事情堅持讓我試一試 是去到我要發脾氣才肯停 這一點我覺得你真的要想一想 今集介紹了三間按摩店 西和里、魚Spa和泰華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間 整條影片內容就很豐富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忙點個讚 下集再見,拜拜